台东市中华路跟强国街路口5号深夜发生一起追撞车祸 黄信男子游北往南连撞两台车之后 直接翻覆在十字路口 而造势男子爬出车外时见到警方到场 竟然借酒装风拒绝警方酒侧 看到他就直接从车上爬下来 没多久就开始起挡了在那边乱跳这样 黄信民造于酒侧时假意吹气 无法测得酒精浓度 并有情绪失控 不配合警力调查是情形 以为拖号医院抽血检验 由于黄信男子身上散发浓浓酒味 又不愿配合酒侧 警方只能强力执法 将男子压解上警车 而当地居民表示 这条路段经常发生车祸 建议警方架设路口监视器 以及道路减速装置 保障民众出入安全 因为监视器可以让用路人能够慢慢减速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我们的自然交通 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发生的事故之后可以反映真相 索性这场车祸意外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而黄信男子也依公共危险罪被移送法办 警方也表示疫情降为二级后 台东酒驾案件也快速增加 未来将家派警力不定期路边领检 针对酒驾勤务加强取缔 原之前我们驾驾到台东市采报报道 好 继续来看 这对视频 李宗力宣伤 这对视频 今天我们试图的